其實有這麼多港督 你當警察來講 都覺得麥利浩港督是最好的嗎 對 麥利浩 同時他做得很不斷 他同時了解香港的實情 改變了香港很大 知道當時那些人的工資 尤其警察部的工資很低 所以第一就是調整那些新誰 因為這個問題影響到那些普遍的人 他們入室的時候 變成貪固的年頭有所幫助 即是高薪養驗 是的 第一步就是調整那些人 接著就成立這個聯展工作 同時呢 他不是打壓了先年入戰 他再加了一份工資 是的 調整人工資 接著就成立了聯展工作 接著就 後來有些警察 就當時 對他什麼 但他呢 他衝擊這個聯營工作 對 聯營工作 對 聯營工作 後來就搞到什麼 所以後來後來都遲音都解決了 後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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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過去呢 就不接近了 就從這裡開始 就不接近了 就不接近了 其實那時候 是怎樣醞釀了 那是幾一年之前的案件 他不再會想回 是否記得 那時候不記得清楚 不記得清楚 但是主要會不會是 軍裝上街會少於便衣 那些人多數都是便衣 都是便衣多 因為便衣方面 沒有人先涉及很多這些問題 那後來之後 其實 有沒有真正的警察 以及 廉政撰成事的那群人 見到面 都不要 會不會 很不喜歡廉署的人 或者警察 沒有的 最初聯署成立場 那些人 都是警察 都是警察 是警察 是警察 都被調去的 後來自己一直招人來取代這些警察 其實在戰後這麼多年期 沒有一個港督正視這些問題 直到真正是麥理浩 麥理浩就開始正視這個問題 所以麥理浩就對香港燒灘的工作也做得很好 以前會不會都有內部紀律部隊調查 會不會有內部部門在警隊裏面做這些事情 都沒有的 有的那些都 你審我審你自己唯威唯 就不得公正 自從有連政公署成立之後 去了一個獨立部門 會直接是港督 就變得好很多 謝謝阿叔 謝謝